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这个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大家欢迎 很感谢大家来我们一起讨论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新自由主义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策定国产 在今以百年也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 引起是非常注意的 第一次就是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 这次危机之前在西方经济学童战主有的地位就是女马学位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 那么这次把危机就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的策定国产 而第二次危机就是从前年跟比例去的是去年爆发的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就是在近三十年来西方长期的宣传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比较的结果 所以我就讲了如果说三十年代的危机标志着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策定国产 那么这一次危机呢也就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策定国产 我注重的就是要谈谈我们这一次危机为什么说它是新自由主义的策定国产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将以解决明确 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指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想 并定为凯恩是比作为凯恩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思想 那么这个新自由主义保守思想 它是渊源于十五十年代的新闹地的学派 以自由主义 它蓬古是典经济于七十年代以福利迪曼的货币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 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又被西方的官方积极地推行 而泛滥于全世界一种经济理论和思想政策体系 那么这个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体系 它起核心来其实就是三个要点 就是要实行全盘的自由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其中就包括金融的自由化 那么他们推行这样一个市场化、自由化的政策 目的不过是加剧资本对广大道中群众的不许古履多 所以它的结果就必然要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造成两级分化,最后别人要造成一种经济委级 或者说它也就为这个矛盾的发展就必然也就为当前的国际 你经济委级和世界的经济委级来尝深深的影响和跌跌的基础 那么现在我就进一步的具体地从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这几个矛盾来分极一下这次危机啊 标志着心自由主义取得不长 第一个问题就是私有化的问题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一个根本的前提和基础 这个自由主义制度本来就是私有的 但是作为新自由主义 作为还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堆里无的 这个新自由主义取出来 私有化的问题由他不同学上的意见 因为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啊 这个坎士主义盛行的 难道坎士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呢 很多发达的国家呀 都纷纷实行了一些国有化的这些政策措施 因为说英国 从1945年到1979年之间呢 在共藏执政的时期 曾经连续 先后宣传了三次的国有化的高层 一直以至于把一些关系的国家 关系到国家是命令的重要的一些行业 一些大型的企业都会有化的 比如说煤炭 钢铁 航空 铁铺运输 以及金融和油链 这些行业都有很多的大型的国有器 那么在1979年 撒基罗夫人上台以后呢 她就 同开地宣布她要实行自由主义 实行福利典范的货币主义的政策 首先就是要实行自由化 所以啊 从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以这个英国为首的 带头被掀起了全世界的一个自由化的浪潮 这个英国啊 它在一直到1992年的时候有个统计书 有46家大型国有企业都市有化了 它在市有化的 在整个国有企业里头啊 占了60% 就是有一大部分啊 它原来的一些国有器是有化的 其他的 比如说 像法国 原来的国有化的程度也是很高的 在1992年的时候 还有十千三百多家固有器 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也消防英国推行自由化 到1992年代中期以后 到1990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它就自贺神移107家了 其他的 我们说 你像 发达国家 像意大利 这些差不多都市有化 还有 像 发达国家 也像拉美的 阿根廷是个代表 阿根廷 他在90年代也积极地推行了私有化 阿根廷是个代表 在1996年1995年之间 也积极地推行了 在1996年1995年之间 也积极地推行了23家大型企业 就是私有化的 就是它基本上私有化的 就是它基本上私有化的 其他一些国家都比较典型的 一些活斯 本身是好多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推行新自由主义一个政策 还有 比如说,是个五反天命,是一个话的计划,很快就把整个社会主义与共有主义的经济体系划解了。 但我们也受到这个,是一个话能处理的影响。 1989年六四封部的时候,民民分子就提出,公开提出来要有个私有之宣言, 更重要的世界中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的浪潮, 省我们正在,我们的改革,一军把国有企业也改变作为中心,问题起到一世日常的时候, 他就钻进我们的控制。 大事鼓吹,私有制,是最伙理的,最伙理的,最伙理的, 国有企业就是最伙理的,就是不行的。宣传这么行,冷掉。 但是,1990年,那个时候,科斯,或者罗伯尔奖了, 也就是说他们就胜这个时机啊,大事鼓吹宣传科斯的参全力。 以这个所谓要参全民行为借口,要把国有企业以产权量化的负倦。 所以这样啊,在90年代中期啊,这个新旧主义啊, 但是就急急地鼓吹,是一个话。 你想,账务上是一个代表,他就说,国有企业,唯一的初步,他称之为独孤单方,就是探权失用。 所以,流令啊,甚至于提出了一些,是风荒有的口号, 所谓国推兵计。这样啊,他们就接所谓抓搭奉效的时机啊, 把一大片一大片的国有企业, 不卖掉,送掉。搬送搬卖。 不卖,接受。 在国内就出现了一些, 在这个卖国有企业, 那些著名人物,在卖光啊,求卖光之类的。 所以,在旧世人,在下半期,大概六、九、七、九、八年,两、三年之间, 极限以下的,中小的国有企业,几乎是,以少尔邦。 然后,还剩下,一些稍微大型戒, 六大型戒一下子都卖,也不用一般把它吃掉。 然后,他们又借抓搭放下的机会。 起初说,要三跑马车,参与国企改革。 这样很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是, 这个,说到这件中学书。 建类一直到有利,做了一个统计。 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的GDP, 总量当中,民业的企业,基本上是适应企业, 和加外资企业所占的GDP为比重,是65%。 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就是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 国有企业三分之一,可能就不到。 这意思说,我们的公有经济诸体地位,实际上已经上市了。 所以,这个私有化的浪潮是全世界的新的。 这是新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那么,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来讲,由于推行时,私有化, 就比较进一步的加上资本主义的。 私有制和社会和大生产的这个固有的基本方法。 必然而会导致两极风化。 这有一个统区数据。 就是说,按照世界银行呢,提供一个数据。 它说,世界最富的国家与最穷国家的收入的差距。 在1973年的时候,是144毕业。 就是新自由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 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就是21年之后, 这个差距大大的扩大。 这个贫富之间的比例就是227比1。 就是说,21亿之间的贫富的差距扩大15倍半。 在国内国家里看,美国也是很减轻的。 这个美国啊,他们最富有的2%人口的净资产。 从1980年到2005年之间是翻了一番。 最富的2%人。 他们的财富是翻了一番。 而最穷的,十分之一的人口。 他们的金字上,竟竟是没有增压而是下降。 你看这个差距,是不是打到扩大了。 再看一下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由于我们公有金旗诸起地位的伤势。 这个贫富选书啊,也一天一天。 纳大。 纳大的什么程度呢? 现在,我也是根据人家福布斯他们的福航帮提供一些材料。 可以说一些问题。 国家很准确。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是一千万富翁啊。 全国是把市了2.5万。 。 我们北京都占了十四万。 三千。 这个,三亿的,三亿万人的富翁啊。 全部也是三万,十几万人。 北京是八千八百,要将近一万。 而这些富翁的土,最富利于那个人。 他们的总资产是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五亿。 这是去年的主义。 这是去年的主义。 这是在我们去年的GDP的百分之五。 他们只有一百个人啊。 但是多别人来讲,那就很多了。 我们就说那上一百,前一百个富翁里头。 我把这个平均的那种每一个都是一百四十亿。 一百四十多亿啊。 一百四十多亿啊。 平均的。 那么,各别人呢,那就更多了。 各别人。 当然是从财富来讲的。 我们就是从收入这个指标来讲的。 那一箱上也是可以选择的。 现在可以选择。 你像我们这个子宫。 我们这种平均的子宫。 按照国家统计去公布的材料。 去年是两千,两万九千。 两万九千。 那么那些少数的那些富翁嘛。 他们的收入, 那还没法统计。 他的收入是多少。 因为他一些管理的一些, 他的财富多,他肯定收入就多啊。 以前一百多亿啊。 是吧? 那这百分之一的话呢,那都是一亿多。 是吧? 那这百分之一的收入的话, 都是一亿多啊。 就那些管理层高管的老总呢。 那些著名的高管人员, 你的罵名者, 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六千六百多万。 你这个平均, 只共有差距数多少? 几千倍。 不是几倍, 几十倍, 几百倍。 是几千倍。 因为我们有些国有企业的人, 老总。 因为同生存在一个社会上, 难免没有一个相互攀陪的那种心理状态。 你不给他多一个工资吗? 或者薪水吗? 他说他要超值。 什么还要超值? 那我就给你高工资。 几百万, 那是土中的。 基本上千万也是有的。 你看, 跟我们土中子工两万九千比较下, 是差距多大。 所以这一点也有这种平复选述。 当然我们说, 这些都是从一些举步的一点比较。 比较, 没有所福利的, 是国际工人的激励系数的指标。 我们在把一年的时候, 我们的激励系数是0.26。 到200年的时候, 我们的激励系数已经到0.158。 大概超过0.13级界限。 到2005年的时候, 已经是0.17。 这几年来, 我没有做过进去的统计。 有没有说已经到0.19, 我没有合适。 但是我至少不会少于0.17。 这是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人。 和周边国家人, 有一个激励系数。 有可见我们贫富选数差距之大, 也是非常惊人。 我们从全世界的方法来看, 和从各别的国家来看, 它都存在, 随着所有化业发展的, 那么贫富选数比较拉大, 也是贫富选数。 那么这样一个贫富选数, 那个以生产的产品, 就必然了, 要会出现相对过失的局面。 为什么? 就是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 本来是消费的中期的, 广大了我们群众, 瘦肉很微薄, 买不起。 只靠借个富啊, 消费不了多少。 所以它是大量生产的产品, 必然是生产过生。 你想韦国, 它是生产过生产品,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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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这次危机是从厨, 厨房的厨在危机开始, 那是意味着什么? 那就说, 你厨房多了, 大家买不起。 还用一下, 汽车, 这就是大件, 越生产多了。 一路肠, 卖不了, 你想它消, 因为它一直生产出来不行啊, 生产要消, 你要得消除出去啊。 你想, 美国是个骑士, 生产大国, 不许那都是, 那都是收取一只的, 全世界的消售量。 但是在今年我们都会看到, 那它的销售量还不用我们中国一多。 那个统计, 一月份, 美国的汽车销售量才900多万, 而我们当年都是一千, 一千八十万, 我们还超过它。 而且说明呢, 它生产之中消不出去啊, 因为消费不出去啊, 所以它生产就难以为继啊, 三百七色现在都出于一种破产, 重组, 或者持续困难的景色。 这不说明它生产多吗? 但是这一次, 就是说它这种贫富悬殊, 比起来讲, 相对生产过剩。 美国是如此, 世界范围的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生产过剩了, 有一个跟土区不同, 土区不同。 美国, 我们说, 土坊过剩了, 汽车过剩了。 但是其他, 你说这上面, 生活消费, 一些用品不过剩, 也过剩。 统计不剩。 但是呢, 这个过剩了, 它不是个明显的比较, 它的本国之类。 我们要做世界范围来给它。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 它的技术, 先机, 都在全世界的前面了。 所以说, 高国际的发展, 经济, 技术的发展, 在八十年代, 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 美国一些大资本家, 它为了获得它的高位的浪法利润, 就把它的一个低端的产业里面的, 价值低端的, 这些劳工密集型的产业。 这些劳工密集型的产业。 东亚, 东亚, 包括中, 所以它国外呢, 就出现了一个实体经济空性化的局面。 那么这些实体经济呢, 你生产呢, 就转移到一些其他发展的国家去了。 那么其他发展的国家, 比如东亚, 它们同样的私有化,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就出现这么一个决定。 很多公有经济啊, 是有主体, 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存在了。 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呢, 所实在就是存在了。 相终过盛了。 我们相终过盛, 叫做内需股中呢, 内需股中怎么办? 它就生产出来, 你不能都堆在仓库里头, 那就就不能进行再生产。 为了进行继续再生产了, 你就只好啊, 把产品出口。 我们的出口, 就是我们啊, 这个国际国的战略, 整个国际的战略, 就要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啊, 就实行了。 出口道向性战略。 通过出口道向, 来拉得我们, 鼓励经济的发展。 确实这个私有效率, 从端子期来看私有效率, 确实也拉得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俩出口啊, 这个对GDP的一程度是很高的。 十节国大国, 出口的一程度啊, 一般是百分之二十。 我们是百分之六十以上。 有个重计数据, 就是, 2005年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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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金出口是, 咱GDP, 啊, 百分之六十三, 百分之六十。 而我们那些出口呢, 主要是加工购物业, 这会占了很大的比重。 蛮很大的比重。 蛮很大的比重。 这些呢, 确实也能够维持我们的一世的经济运动。 那么我们这个出口出在哪儿去? 就处在, 这个, 这个, 实际经济空性化的一个国家。 特斯美国。 那么也在, 他们现在出现那些金融运机的情况。 他们的消费也受到影响。 本来他们的消费也有补充。 但是由于啊, 是啊, 他掌握了这个, 这个, 美元啊, 国家金融的霸权, 与地位。 他可以, 西藏, 西藏, 来消费。 重置消费, 国土消费。 他们的储蓄力是很低的。 储蓄力是很低的。 所以, 是正确的。 他们的储蓄力啊, 这个, 啊, 在以前呢,八十年代还有百分之十,九十年代也是个郑主,到本世纪之间是复苏的。 他们的消费就是靠信贷消费,投资消费,所以他们本来也出现需求不及。 但是到现,到金融危机发生了这种情况下,远那些白领层也感到再投资不起了,难以为继了,所以缩小消费。 他们一说小消费,我们的出口就受到障碍。 我们的多外贸易啊,这个二产经济是持续地下降的。 所以这样讲,就说明这个生产过程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 首先生产过程,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法,法人中国家,包括我们国家,相对生产过程。 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在他们消费,这个统治消费不能继续维持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那个相对过程的局面,就发露出来了。 原来呢,我们出口去,它还能够接收,所以我们也还能够维持,打起均匀。 但是现在就维持不了这种局面。 所以这次,私有化的全世界范围,这个私有化的结果,就带来生产过程。 这是一种跨国移动性的生产过程。 即包括本国的生产过程,也包括跨国移动的生产过程。 所以,我说这次经济危机,它实际上是一种跨国移动了世界性的生产过程的危机。 这次这个生产过程的危机,跟二九年时的危机是很不一样的。 二九年时的危机也是生产过程的危机,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本国, 本国都表现出来的生产过程。 它在跨国移动的生产过程,这个意义上来说表现得不明显。 这次是特别很明显。 这是我们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给你讲讲,自由,市场化,自由化。 主要是讲讲,金融自由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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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理 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 他就必须要用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的相配合 因为他不是个小生产 我进来出门就能卖药 社会化大生产它是各个地区联系甚至全世界范围联系 这个没有信用的制度 信用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然社会化大生产必须要有相应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相配合 那也就意味着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会有相应的虚拟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因此经济危机就往往首先从信用危机 金融危机开始 前面我们讲了 私有化的结果 必然会要导致生产过剩 经济危机 但是这个经济危机 并不一定就马上爆发 它要有个条件 为什么 就是有余 它有可能有余 金融危机的发展 把它的生产过剩的实际情况被掩盖起来 它不是有马上爆发 不是有马上爆发 那么 金融危机呢 它又必然又会产生这个金融制度 所以它的这个危机啊 它往往都是首先从金融危机开始 而运发这个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实质的实质面图过程 当然 我们说 金融危机并不一定要会运发生产过剩的危机 但是 时间证明 在这个 按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都往是处 金融危机到开始了 原因就在于 它的生产过剩已经生产过剩了 但是呢 它有可能比那个金融的制度 金融的支持 把它掩盖起来 只有得到金融危机 本质 金融制度 本质发生的危机 它变得到生产过剩的危机 它变得到生产过剩的危机 但是 这个 金融危机开始 开始了 但是 究竟从金融危机哪一个开始啊 还不一样 因为什么呀 金融危机它有保重外面 金融危机的问题 也有层次不同的问题 是不是不同 而九年的时候 金融危机它是从五十开始的 而一九二九年呢 九月二十四号 就是那是一个星期四 这一天呢 叫做赫瀉星期四 鼓盆抖人的一下奔盘 当天就有十一个人的桥楼 自杀 从这样子才允罚了 三十年的大博军 一直到三十三年才开始满满满同学过来 事实上 一直到三十年都没有效忠 二次大战爆发 就不了了之了 两万国情 所以三十年代的危机呢 它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 但是它是从金融的股市开始的 这会所说 金融危机是从低层次的 爆发力 那么这一层危机呢 它是从比较高位的金融危机层次 新代 磁代 又已经开始爆发了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一方面呢 受到凯恩斯所谓消费思想的影响 用凯恩斯一个观点 生产有消费率 消费越多 生产就越多 生产就越多 因为这些消费率就觉得消费 这些都是对社会是有意义的 所以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 到了八、九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以后啊 有消费性的就特别发达 你买一笔房子吗? 可以设计 设计 所以 租房 这个 贷款 消费是什么意思 这是 几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由于心之有主义 有这个 影响和推动的 因为在 三十年代 危机以后啊 这个 一九三三年 罗斯福尚凯亚 实行了 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实际 它实现了凯恩斯主义这个政策 在金融的层面上 它成的那个金融复兴公司 而且 制定了一个叫做 格拉斯斯提格尔法案 格拉斯斯提格尔法案 也就是说 金融的管制法案 它规定 金融啊 不能采取混合金融 你要搞银行借务 你就搞银行借务 银行的基本借务就是乘管 方管 费管 你别赶紧去投资了 搞证券 搞那些事情 投资 银行的借务 分担 叫分裂金融 加强金融监管 这个 金融管制法案实行了好几十年 但是在七十年代 这个 我们说 新自由主义蓬勃兴起来 这种 来到新自由主义市场 这个 采取这种干预的政策 就不符合它的自由化要求 就觉得 应该摆脱 这种管制流传 就觉得 应该摆脱 这种管制流传 同时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七十年代呀 每年为期爆发 原来 原来 张恩 这个 1914年 制定的是这个 不会被森林 会议的这个 世界的金融体系 挖掘 这样呢 这样呢 就使得呀 这个 这个 金融盟 不顽 加强 啊 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 尤其金融 资本家金融机构呢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 所以他们那些金融资本家们的想法呢 要 啊 把你脱的这种 控制 他们有这个自由化的要求 但是一般说呢 金融监管领以后呢 又有风险很大 所以这样子 金融资本家 金融机构 他们 就有这门 所以说在金融实践上有这门要求 只要摆脱 坎实主义国家干预政策 摆脱的就监管 同时呢 又要毁避风险 有这门要求 那么这个怎么办 嗯 嗯 金融 金融实践 提出了这个问题 金融资本家有这个要求 那么他们就代言人 啊 一些 就得想办法 就是金融 嗯 嗯 因为一些西方呢 啊 一些这个金融的人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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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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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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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啊 这个 这个 麦金融嘛 最好 就是这些人 结果呢 从比论上 来满足他们那些 只要摆脱管制 又要 避免风险的这个要求 于是 金融创新 啊 是个金融创新符合金融自由 有关的要求 要打到 既要摆脱他的管制 又要回避风险的 这个要求 所以就 制造组织 想法性 采取一些新的金融工具 来 满足这两个要求 这就是金融创新 这就是所谓金融工程 要研究的问题 什么叫金融工程 啊 就是对金融产品 啊 你 设计 定家的 研究有个活动 他们就干这个事 果然 他们的想出一些招 就成 创造出很多的新的金融 衍生产品 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股票 贿易票啊 债券啊 什么 贷款低啊 当然这些都是 虚拟质本 都是金融产品 但是这还是初级的金融产品 初级的虚拟质本 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初级的金融产品 初级的虚拟质本的基础上来 进一步创新 去说金融的 延伸的 产品 你比如说股票和债券的这种金融资产的期货 还有更高级的金融延伸产品 你比如说 像利利啊 徽利啊 孤子啊 等等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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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 在九十年代 就不大部分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 又进一步提出来 看得BER 赛口这样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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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ч 这个 啊 这个 这种体制 Monst scap 其他还有就是安安叫做C-S,它什么就是这种维有巧妻的这种艺术产品 它曾经应该叫做形容伪欲调剂,或者是形容伪欲复华 这种艺术产品,英文缩写叫做C-S,它啥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一个租房的家,你租房没人,你要去买房子,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才去点贷款 你就跟银行那千金共户,以南约上班,就是这么一个贷款木头 那么这时候,租房没人,买房子它是就称债务人,银行就称债权 那么银行它债权,它把钱支付给你的开发商,房产开发商,它支出去啊 那么它给了一个结婚活动,那么它有一个债权,它拿到一个债权去的,就是死的,那个还不能够,它是想它更赚更多的钱 它就把那个活动,债权的,正元化,正元化,它就把它卖掉 因为它是有债权,它凭它的权利,因为它凭这个权利,就可以得到你的利息 是吧,你要南约要给它留步嘛,就给它交利息 它就不把这个权利,就出售 我们讲说吧,有个贷款的银行,租房的贷款的银行 它就把这个贷款活动呢,出售个内门兄弟,我讲说说 内门是个投资行的,它可以把你这个活动买下来 但是买下来,你这个活动可不可靠,有没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它心中没有 那么它就可以采取,像保险公司,投保 那么如果是有风险,我说不会,那就保险公司给我承担 所以这样子呢,它的风险就转移给保险公司去了 它如果是没有风险,它都全给了 它只交个保险费,保险费让它大大要低于它的收益 所以它不算 所以这样,行为如果是失败,就是毁语了 就是如果是失败的话,它就可以分散风险 它也分散风险,是吧 就是这CDS,它形成这么一句 那么银行,兄弟他就可以把CDS这个金融线 双军呢?它会出卖 然后买给别的,因为它打过去可以买 因为它拿这个双军是为了猛烈 是吧?它又可以照样买出去 它又把它的成本收回来 它又可以继续在别的方面进行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子 在了九十年代后期啊 所以说美国的主法 该款的发展 这些新的既有原生产品就出卖了 是吧? 所以CD我俩,CDS呢? 可能是把这两者 把它混合在一起 大多出卖了 比如说LBS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子来呢 基有原生产品就成熟它去了 这种局 这就是 在七十年代 新自由主义自由化 基有自由化,基有创新啊 所出现的那些新的现象 现在我们就在进步分析一下 它这些基有原生产品呢 对整个社会经济有什么影响? 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 这些基有原生产品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 它具有虚拟性 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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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它是个虚拟性 虚拟性 虚拟性 现在我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虚拟性 所谓虚拟性 就是不是现实的资本 而是一个幻想 加想力 有的资本存在 但是它又不是现实资本 为什么能够把它成一个 家庭的存在呢? 就是因为啊 这种工具 这种产品啊 虽然是个家想力产品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本 它是个家想力的资本 但是它能够啊 给你带来一定的 有规则性 活比收入 活比收入 就这种想力 借贷资本 能够按据美国的 利息收入一样 所以这种借文衍生评论 它就是 能够带来收入 那么把这个收入 按照利息产生的法则 把它资本化 就是它跟你的活比收入 处于一息 那么就是你的资本 就知道 这就是虚拟资本 那么这个虚拟资本 你比如说 股票 股票嘛 它就是表示你这个企业的 一个 事物资本 你某一个部分嘛 它代表它有部分嘛 这是它虚拟 股票就是个虚拟资本 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 金融养生品 这个呢 它又是这个股票 或者是我们贷款活动 这么一个 虚拟资本 你虚拟资本 所以这叫做 金融养生品 所以金融养生品呢 它是虚拟资本 因为虚拟资本 就是它是比股票啊 债券这些虚拟资本更高颜的层次 虚拟资本 那么我们说 它叫股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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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呃 呃 呃 同時,它的風險也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 就像徐益經,所以現在徐益經的遠生,因為它是不斷地遠生,排生出來的 因為它一個又排生,另一個又排生一個,所以排的越來越複雜,是很多的 所以現在,我們說,全世界就不知道,誰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金融營成品 這具有的古蹟,監禁從這個,達一款暗暗這個系列 你遠生片來看,第二百款,像這類的,這個系列的遠生片,一千五百多 還不要說其他的股票,還沒算,還有新貨的股子等等 大家都不知道有多少,遠生片是很多很複雜 這是個虛義性 第二一個推點呢,就是有高幹性 滾幹的幹,這是高滾幹性 就是叫滾幹性 這個,我發誓,挺幹幹的 幹幹性 幹幹性呢,我們通俗的時候,十兩百千斤 你用少量的資本,你就會使用大量的多具資本 有個對的資本,才高的資本 為什麼它會有高幹性呢? 這是由於,這個金融衍生品 我說了,你的金融衍生品不是金融簡單的一般的低級的金融產品 是金融衍生品 這個金融衍生品實際上都是一個活物 是個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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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交易 並不需要 這個 錢金 持農 當成交易賣賣 這為人家簽訂個活物就行了 簽訂個活物 當成市場的價格 把價格訂下來 簽訂個活物 要買多少 什麼時候叫貨 簽訂個活物 那麽買賣 有沒有收,有沒有現金 那說了 那就不算收 那是可能的 商場上都必須要有一個手續 是不是 那麽你就說 你必須要提供一定保證金 你比如說吧 我現在要買一百萬的金融產品 那麽你只要提供 百分之五的保證金 那你只要五萬塊錢就可以 你只要五萬塊錢 那麽我就可以買一百萬的金融產品 你價值金融產品 那也就是說 我只要買五萬 就可以買一百萬的金融產品價值 這是更多的交貨 那麽只要到期 結算的時候 交過 甚至為交過 我們在交過的時候 大家介紹一下價格 我們要負相 結算一下 負相負本 價格差了就可以了 你怕不怕不來戰 那你用保證金子就保 所以你也來不了戰 對吧 那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投入五萬的資本 你就可以處利百萬的生意 那就說你的 槍桿性就是二十位 有的眼神品,它就是一層的層次不斷地提高 它有眼神品,不是低,第一次我说是20倍,如果我说摘眼神品有眼神的话,就摘下20倍 那个时候,你说那个是多大,刚才是一倍,大 所以有一个统计,就在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租房贷款,它省计贷款的数据是一万三千亿美元 但是它这个埃光的眼神品的价值是多少呢?62万亿 就是说它的眼神品的价值是它的实体经济价值的48倍 嗯,48倍 这个,从2006年,全世界来看,这个金融价值身品的价值总是十百万亿美元 那简直是天文价值,所以这是它的高杠格性的效率结果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高收益,高风险性 高收益,高风险 因为这个资本啊,它要得到收益,要转取利润 那么资本转取利润,它必须要处于运动之中 嗯,只有在运动,在独门的流动中啊,它才能够给大家收益 流动的越快,周转的越快,这个资本专收的越快,那么利率就越高 而实体经济跟那个金融产品来讲 那当实体经济一想,生产周期同时都三五个月,甚至一年 它生产不出一个产品了,而生产周期是很长的 而周转率就比较慢,那么金融产品它一专收就是 所以金融产品它的利率肯定,一般来说,它的利率率要高于实体经济 这是高收益率,特别是因为它刚刚刚而行 这个利率就使它的收益就更加高了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利率五万,从五万的资本,它的尴尬性是二十倍 所以,假如说你的联系,你所收入的一年是百分之,就是有百万 你收百分之二,你收益,那么你就可以得两万 那么两万是有百万资本的两万了,叫百分之二 你时间都投入五万的资本了,那你是百分之四十的利率 那收益就到了一万,不是一般的百分之二,它是百分之四十 那么,风险性跟收益性是同一样,高收益性就必然有高风险 这个是确定的利率 为什么有高风险?就是因为高的干干性 因为你比如说,你收益 你刚才我们公布了一个例子,你收益百分之四十 那么如果你是赔了,你得不到那百分之二的利息 你赔了,那么你也就赔百分之四十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这个金融业军产品交易,它是厂为 一般来说是厂为交易 是厂为,交易双方直接,一样 而商业又是相互保密的,彼此之间是保密的 同人都很丁,很难监管 这又更能带来了风险,真大的风险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金融丸暗 这种交易啊,它是等于其行 我们不是先是一手交易,一手交货 它是由定一个时期进行结算 所以今天我成家了,但是我还要在下个月 或者是几个月以后我才进行交货 那么下个月,几个月以后情况怎么样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你原来是要看涨了,结果到时候就得了 你原来是要看涨了,你原来是要看涨了 你原来是要看涨了 所以这也有没有 所以这也有没有 这个暗暗的金融风险 比如说金融风险 比如说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 金融与风险是特别的大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所谓的金融创新,金融延伸的本来就是 自由主义的一个产物 他们就是主张要自由化 反对监管的产物 这本身是不是它会使得风险更大 所以,金融衍生品的高风险性是它的估计特律 我讲以上的这些问题就属于一点 金融衍生品的复杂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推行 而形成产生出来 当然,也是金融衍生品的过程,金融衍生品的要求 它的特点是,金融衍生产品也署名了 这个本身已经银行之外,眼中的金融衍生 因为它这么复杂的体系,风险有这么大 其中它在云着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境 除了插火,它马上就会联系到一大片 而造成省事 它就晕藏了联督的金融危机 但是晕藏了联督金融危机,不对金融危机马上爆发 这些金融危机就是说明它已经具备了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些必要的机制、要件 它就是马上就能爆发 那个要爆发,要在一定的实体条件下来爆发 那么这个爆发在什么条件下? 因为我们这次为基为利呢? 那么这个条件就是布什的自由化的金融政策以推动 布什是在2001年上台的 他的上台那一年呢 这个安排美国都已经是处理经济衰退的时候 在15月之间,那个时候夏季啊 这个时候网络 这个时候破灭 他刀群指数最高时候曾经打到一万五千点 后来这时候就已经跌到差不多七八千点 就是七八千点 哪是大概指数? 所以最高时候达到一千点 以后不达两千多三千点 差不多 夏季了一半 夏季了一半 那这个他学家 学上加上 是这个美国人的消费信心大小 人气都在那里 所以在美国在2001年的三四季度 它是处于一个经济衰退 它是处于一个经济衰退 很明显的四季度 这个 2001年 美国的GDP 在第三季度时下降了1.1% 第四季度下降了1.3% 就是它是随身 从美国的账户的起始率 所以 那么博士上才能够面对这样子的言告 就是说 抛我抛你了 经济衰退的一个局面 它要想法 在国民政策下 要继续衰退 要避免继续衰退 实际经济 还有实际经济 所以 所以它从2001年 以后 到2004年 就连续 三四年 2001年 2004年 已经连续 将写死亡一次 它连续 它的基督利率是 6.5% 那么它连续 实际经济 将写到2004年6月份的时候 就是将写到1% 它就用用将写的实际经济 实际资本家 积极的投资 当时那时候已经是 生产过剩了 简直是 除处 无疑查证了 你说从哪个地方 进行经济呢 我们会说一下当时的形式 美国的经济 它几个 靠几个支柱 一个是军火生产 二个是建筑力 第三个就是 骑车力 骑车力 那么在 这个 1991年 是不是当 苏联解体了 冷战解除了 军火生意 是啊 这个 不正当 靠军火生产 不行 这个汽车 汽车也生产 也不是 本来说它全能生产过什么 那就不一定 因为说牧师有很多 消费一些 很多人 因为老土民 一些产品 消费品 那时候八百万万 就很空虚 也是这样 它并不说是全能生产过生 当时我讲 它是把那股生产过生 所以 神学里面 其他还有哪些行李 建筑 租坊 这还是一个 建峰查 真是很幼稚 有这棵查的地方 当时美国呢 租坊 只有 你实力 不高的 都是租坊 多 而波士这个时候 他在国际上 实行一个 当兵 的 八权主义 那么就 鼓勿呢 他还不过人心 提出了一个 所谓 实现 人人用助权 而人人用助防 所谓全社会 这是 而公共人心的 就是 人人用助防 就是说每个人 估计要住房住 你要用自己的 住房收入权 那么说你卖股器怎么办呢 败款给你 败款 所以这样子呢 他在 这个 二十年以后 那几年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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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期间 他将其持续经济 特别注意持续的 足房 这样就是这个 足房的 经济 过程的 大力加快 这个 大力加快 大力加快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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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它 它 住房 生产方面有个 有个统计 看到美国的 有个社会 杂志 它们有个统计 所以它的 主房的 控制率 这样子 在 它的增加 在 2004年到 2006年 每年就是 这个 空房的 增加比 一年比一年高 2004年的时候 是 2.19% 在 2003年 的时候 2005年的时候 是 5.8% 2006年的时候 是 9.4% 你看 一年比一年高 有个大力生产 空房率 很多 而且还 增加 每年 差不多都有 10%以上的 房子是空的 没人 就 到了 这个 所以 到了 2004年 除了这个 租房 以外 还有一些 季节制造 也就是 它的 经济 讲洗 实际之下 真的愉快 这个期间 它们 每年 差不多 平率是 3.6% 也是相当快的 计划 所以 在 2004年 面临了 经济 这个 发展 增长 的情况下 它又 通过一批 心理问题 要出来了 于是 它又考虑 要 控制 经济 不论 通过 人 从 2004年 6月 就 成续 这个 真心的办法 我计算了下 2004年6月 到 2006月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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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之间 延续 时期之真心 他就把利息从1%提高到5.25% 每一次都提高0.25% 中间 基督利率 是1%提高到5.25% 提高了4倍 4倍多 那么其他厨房的改款 当然 它相应的 差不多 也提高了 几倍 4倍 左右 提高了4倍 这样 我们就会看到 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限 就说他在 本世纪初的二年以后 他采取持续经济的办法 这个房子 生产过生了 生产过生 这龙球的规律 他比较他要下降 所以到2004年以后 他房子的下降 另外一方面 连续就在提高 高房的人 收到 两方面的压 高房的人 有为什么要得住呢 因为好多是采取 作为投资 用来炒房的 炒房 就是希望房子提高 把房价提高嘛 他才能够赚到钱 而现在 房价不仅不涨 而且反而下降 因为他的意识也好 越高 他背负不起 所以这样 就 死柄造成了 这些买房的人 就没有法干净 这就出现了 这就是 我们所谓的 池在为戒 所以我们看到 池在为戒 开始就在那里 这个池在为戒 他在2010年已经就有了这个条件与组建议员成熟 到2007年的3月份 美国不是说也是说任的 一个主航贷款的金融机构叫新 这个世界金融真心 他所说在美国也是处理第二大的主航贷款的金融机构 没法维持 生气破产 这就是持在维艰 书信龙描述了 由于罗布兵牌的这个效率到了8月份 而以前8月份已经有三次的家族人 这个金融机构相继地成为困境破产重重 这个局面 到2008年3月 这个房地区人 这个房地区人 房地区人 这五年 两个最大的主航贷款基督 基督人 占据整个主航贷款的百分之四十四了 所以他的印象就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了 应该说 两房地 处于困境的状态 特别是到了九月份 被国家收购 而七月份 被国家收购 就标志走了 而持在维艰地 前面爆发 到了九月份 他又进入国 于是说 整个人进入几国 为买兄弟 国产 这个五大破产里头 三大破产 不是被收购 或者是重组 或者是破产 其他的还有两个 你想高顺 大摩 其他这些呢 既然没破产 它是一个概念 也不完全是口子 而是用 用头 又是同志汉 又是银行 这名系列区 所以应该说 他五大破产中 全军复工 所以基督 标志走了 整个基督 为一个爆发 这已经是到了九月份 那么他进入十月 这个基督 这个基督 发生就 有为延伸到 这个实际经济 实际经济 出现了一个 摔准经济 摔准局面 这个美国 是吧 他这个 第三 第四季 去年 相继下降了0.5%或者是6.2% 他的实际经济 也是越来越高 今天一月份 是7.6% 二月份就是8.1% 三月份是8.5% 四月份是8.9% 百分之8.9% 尤其说五月份的话要到10%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税率 是10% 一月份是10% 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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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跨国经营公司了 他跟国共 差不多国家 法达国家甚至很多法达国家 都有千生万种的联系 他们有风水草动 必然要千少了其他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 达国家 他跟个事 启得国家 他们 实在这个 十月份 十月份 也就达到了 嗯嗯 二千万 二千万 今天有金融为金融的引发的事业就得了四百万 还有像这个所谓YCD 这就是金融组织就是三十个发达国家的他们的局面 在2009年今年第一季度总是比2008年下降了百分之4.2% 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第四季度也下降了百分之2 不过它是环比同比都是下降 这次金融维建它是世界性 由美国运法爆发的全面群 那现在看着有一点好像国防民的消息啊 这些看法都有点所谓灰暖的已经足底了 但这个我们也深入了一些研究 因为这个是愚痴 你怎么说好像都没人反驳你 都不好说 这个是 反正现在我们有国中普通的意见 由于说呢 这个还是很虚然 因为现在呢 所谓灰暖的人也不过是想正在股市上升啊 这个消费信心增强了呀 但实体经济好像还没有有什么显示 不显示 就是这样 我说实体经济究竟是怎么样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着实业的增长的重量 如果实业的医疗运气 空房间所谓都趋数很大 至少你实业要稳住 不要继续增加 空房间就是一个象征 要达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看来呢 还有 是美国有一个消息 说是五月份呢 已经 这个实业的增加力速度減缓了 不说靠近增加 是增加力速度減缓 那就是我认识 反正也算一个比较继续 补断力 底增要好 但是在抵减力增加 不是地增力增加 也可以说 能够用一点好的指向 但是这个 是说服力不什么很强 所以有一句提出来 所以这个金河网 不是L型的 这是W型的 也不是V字型 所以W型 即是上升了 但是很快 也还要继续下降 所以他经过来第一波 他有可能来第二波 这是金河网 以上呢 我就是说明这样 安全国际金融危机 和经济危机 就是这样的七八十年代以来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 而一步一步发展的机会 而一步一步发展的机会 因此呢 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和金融危机的官方 就标志说 新自由主义的特部长 我这个观点呢 有一定的同意 但是有很多人还是赞成 不仅中国人赞成 外国人也赞成 感觉可能还是有益 多少有益得到 你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这个联储的主席 是不是 比利斯坦他自己就说了 他说我是 他是有个错误 他原来的以为 这个 那个金融机构 那个公司的老主 他就是要恢复 他股东的利益 不需要监管 他们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说 法人自由 法人自由 他现在看来 这个 不可怕 再一个例子 也是个新自由主义者 新自由主义者 去年的 摩布雷 护迪加戈雷 克鲁比曼 他说现在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呢 不过是 八十年代以来 特性性自由主义的一个结果 期间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一些 巴西亚 阿根廷的 泰国 印尼 这些国家 现在就能跟美国相伤了 所以这个好像是 顺利成章的事 那么 他这个说法就承认了 他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一个结果 嗯 再我们还看到 这个金融事件家 乔治 他是从事金融活动时间很在行的人 他也有没有看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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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下发生的这一场危机啊 嗯 嗯 嗯 就是 远市场交织主义 正以放任市场 和 其自动调节理论主义的结果 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文经并非 因为一些外来的因素 也不是自然战略造成的 而是体制 跟自己造成的审失 它发生了 畏破裂 叫畏破裂 直接畏被爆炸 它发生了 它发生了 这个世界 其他还有很多学者 也都提出这个问题 像大卫科兹 也是美国著名的一个基金学家 他说 现在这个就是 新的 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 它叫 新的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 我体会也就是 新自由主义的意思 造成 我体会 危害 我说 不管从现实上 从 一些 学者的 言论上 都说明 这个 新自由主义 是造成 经济危机 或者 经济危机 或者 经济危机 很重的 重亏 获胜 但是 现在也 确实 有补充的看法 这是 所谓 一种意见 他就说 政策危机 危机 危机说是 市场的失败 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 就是 例如说 它不是 新自由主义 而是 一个 国家干预了 你 就是 只有 还不够 如果是 防人之流 囊起 市场 一直看不见的 时候 来抢劫的话 那就没事 就是 他说 在我看来 这次危机 也许是 符合到底的学派 策定埋葬 凯恩斯主义 进去的机会 他高度赞扬 这个 新自由主义 所以 老地的学派 就是 前面我开始说的 新自由主义 起源 就是新老地的学派 绝对出来 就像 哈希克的 那种 他的学作 现在是 需要符合他的意念 就是 现在 这样就不够 这种 绝对 新自由主义 确定埋葬 坎氏主义 那是什么意思 就确定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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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干预 那我不管是否 坎氏主义 社会主义 反正有一条 这是干预 它不能干预 我们要用国家干预 那就不行 在他看来 比如说 我们要 这个国家现在 把你的 强度 用四万亿来持续精进 这个国家干预 看来就不行 也不符合他 自由主义 所以 这种说法 其实 也是一种意见 我就觉得 这种人看法是不合适的 因为它根本否定 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 在这次进行危机中所产生的作用 反而认为是我们现在让市场只有条件不够 我还是要再讲一句 我觉得对这次进行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所以对于我们现实上是有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 任何事情要 要做到肥症、下药 对吧 我们只要把病院的经常 我们肯定都找出 很好的 政策 对策 来医治我们的持维近 如果 如果 难道 这个 说这次危机是由于 只有市场的 左右没有法规也好 没有法规够的结果的话 那么结论呢 就是因为我们也进行不出行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很多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次危机 这个根源就是在意 新自由主义 推进了全面的私有化 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应该 在作为你的消除新自由族的影响 那么当前,从我们国家来讲 所消除的影响 首先,我们的实践 政策上就一个坚持 以公有经济为重庆 多重经济 共有发展的 这样一个基本方式政策 而我们继续搞事业化 削弱 国有经济 特别是不能却入我们 现在已经保存很多的国有经济 相互人应该要大力 滚步 发展 壮大 而重振国旗的寻风 我觉得这是能够正道的 只有把我们社会主义 固有经济的重体地位 公固 坚持 发展 我们就有可能 从根本上消除 两极工化 品负悬殊的状态 就可以从根本上 实力无用 这个危机 其他一些办法 当然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用四万亿 来实际经济 也是需要的 但是看来 我觉得不是个 资本之策 这点我想起 我们的一些政策 鬼民策略 你啥 应该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 很快想马克思练义 学习 因为马克思创立了 马克思主义 就能允许无产阶级的改变 理论政策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的 伟大理想 所以他一旦 有机会 看到资本主义在学中 他高兴 他就利用资本主义 危机 来发展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例如 马克思所创立的 科学的整个 经济的人体系 是资本论 他写了 资本论之前 在5758年 有一个收稿 就是为资本主义 准备来做准备来的 为什么他跟5758年 都写的 他就是因为看到了 资本主义世界 资本主义世界在 5758年 从群众武装起来 靠什么就是靠他国学理论 所以他就要 在5758年 研究这个 理论的问题 用他的马克思主义 精进理论 来捂装 无产阶级 所以他跟恩德斯写了 奉行 他在奉行 到那之前 就说在 委屈国法制 全国就要 把这个 理论上 基本的问题 用清楚 去告诉无产阶级 让他们 清醒 为什么奉行 为什么要反抗 智能家 他 他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马克思开始的 他的力量 扶成这个力量 还很围重的时候 一个措施 后来到了 儿子时期中 这个 帝国中心战争爆发 年龄就起出了一个口诈 他都应该搬 别人 帝国主义战争 不为战争 所以帝国主义在 各位 打架了 发生帝国主义战争了 这个是对无产阶级的 也没提好的机会 他就要利用第二个主义战争保证 建立了不过开交的时刻来发生 无参与的革命 比如说在1917年4月 成功了 这是他的伟大的战略策略 和无参与的建立革命一致 这就是我们无参与的革命家 你的目标如果你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向共产主义实施行 而为他理想的 卖经的话 你就应该死死地抓住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 所以说 能发展壮大自己的无参阶级的对无参阶级的事业 而不是要去世华共产共产 体积的地位 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共产 兵器 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战略上 还是在整个政治上 对不对 对不对 应该像马克思 列领 这些 是个 为大家 国产阶级的北平将军将 学习 这是我们今天 再讲到了一点项目 今天到了大家的时间 很感谢 谢谢大家